老人共餐活动是越来越多淋漓响应 细致茄冬礼在上个月也加入了行列 邀请老人家一起到活动中心 共进午餐也受到好评 所以这个月继续办 21号当天一样是有老人家 是拿出家里种的菜 再加上每位交100元 里长特别商请中泡菜帮忙煮 当天的菜色一样好丰富 老人家都吃得好开心 里长就说会继续的搬下去 来到茄冬礼活动中心 接近中午时间好菜一道道上桌 而中泡菜组老人家们闲来没事 也帮忙端菜 时间一到里长也吆喝大家吃饭 只见桌上菜色丰富 有炒面油饭鸡翅乳肉白斩鸡 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想吃什么就夹什么 边吃边聊天幸福洋溢 里长说上个月第一次办 老人家反应很好 所以这个月继续办 我们上一次举办就是李明一直说 里长我们每个月都要一次 我说好那我们就每个月选一个礼拜五 大家有空档的 时间是他们自己挑的 他们只要跟我讲一声 那人员他们由他们自己去打点 那我只要是说有多少个人需要跟我讲 那我就去找师傅 我们那个师傅来煮这样子 在家里吃饭一个人吃这个菜 比较没那么好吃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吃的时候 菜非常好吃 那矿姐今天的菜色非常多种 那准备非常丰富 那我想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如果常常在办的时候 我们把老人家常常找出来 那看看他们身体好不好 那跟他们聊一聊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平常老人家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饭的话 那也是相当的孤单 那由业里长来举办这个活动 不仅可以让我们里内的凝聚力更强 那相信对于老人家的社交 出来交朋友都非常的有帮助 当天包括系纸区长徐开宇 议员服务处都来和老人家共进午餐 而里办公处除了准备好碗筷 由李明言拿出自家种的青菜 为大家加菜 至于区长则是占助了石花洞 由里长来煮冰凉的石花洞 为老人家小小暑气 只见老人家们是拿着碗筷盛饭添菜 他们说来到活动中心和大家一起用餐 就是不一样 他们在家吃很无聊 现在大伙一块吃饭好开心 吃的量也变多 而这就是新北市推动老人共餐的目的 有啊 很欢迎 大家继续很好啊 很赞 对啊 欢迎啊 在家的吃饭是什么不够 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啦 但是这里较少人 就感觉说来这里吃饭很有趣 我们会持续的一直坐下去 那时间上我们也有配合着那个老屋老基金会 他们来做一些老人健康社区站 还是持续的在坐 那我们这次的材料提供的也有很多单位都有 包括我们的7-11 他也有提供一些给老人家一些面包 那我们区长也提供那个石花 我们做石花洞 所以这次的里面也是蛮踊跃的 21号第二次举办 一样收到热烈欢迎 看着老人家吃饭开心 里长说会继续的扳下去 解程惠玲戏纸 采访报报道